一大早台湾发生了这个地震 其实呢就连对岸的朋友 您都能够感受得到 对不对 那么大家的心要细在一块 今天我们继续就来谈 这次我们的这场地震呢 很多的大陆朋友也很有感 在不同的城市 那我们先来说 其实在这次呢 当然也考验的不仅是政治人物的反应 以及当然还有军方的能力 军方的能力包括哪一些呢 你要说是战力吗 不当然还有什么 救灾协助的能力 好 今天呢我们当然在一开小时 这个我们就已经谈到了 这一次发生了部分的灾情 这个当然还有在持续的 在搜救的情况中 那目前我们在这个节目的 这个录影时间呢 看到是已知有至少七死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看到尤其花莲 这个是最为严重的 因为像很多的知名景点受到影响 包括有步道的啦 泰鲁阁附近啦 以及还有像是什么 追陆古道 在这里呢都看到有落石砸死了三名女性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花莲的市区 哇大家看到出目惊心哦 这个楼怎么导成这样呢 八层楼高的天王星大楼 是45度的倾斜 那么呢赶快要抢救啊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个赖清德 他也在第一时间赶到那边 来监督当地的救援进度 那么但是呢 这个一开始哦 我像刚刚讲到了 不仅仅是我们要关注这个灾情之外 其实哦 也不是只有花莲啦 从北到南 大家从东岸到西岸都能够感受到 这次有传出很多的灾情之外 那么我们回到像花莲哦 我先请教一下这个张延廷将军 因为我想这个军方人士是最为了解的 就是这一次呢 因为花莲呢 这里有空军基地 在这里竟然也传出灾情 而且波及到了F-16 您看到至少有八架 都有受到这个碰撞 机宝机库 银射墙面有军列脱落啦 那么呢 当然呢 F-16最近其实呢 都频频都在操练 到底会不会真的受到影响 受到调度的这个 波及到 空军方面现在已经讲 根据清查战机小零件受损 不影响任何的机体 经过立即更换修复 马上就恢复战备状况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了 那么军方人士也强调说 灯机梯震动摇晃 造成战机灯泡破损 目前已经完成修复 不影响战备任务 我先请教一下将军 第一点 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会让一个F-16造成了受损 甚至是不止一架哦 他说是八架都受到了波及 都有受损的情况 那么军方现在的回应第二点是 好像看起来战备都不受影响了 因为很快就修复了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的简单 不影响 所以马上就可以执行起飞任务吗 对 我认为要非常的谨慎 因为它这个地震蛮久的 而且花莲刚好是正央 那这七点二规模是相当大的 对 那飞机的话不是前后 前后就可以了 可能是左右了 因为你摆的时候 因为飞机的每一个机库堡 它的方位是不一样 那有的是前后 有的是左右放 这有差吗 有有差 你左右的话 你的起落架是这样子 你在扭 前后没问题 车子是前后 但是你左右的时候 你的起落架有硬力 侧硬力 我们是对称硬力是可以 但侧硬力我们很税弱 那你这样的话 你这个起落架是这个样 这是最税弱的 都短板 就会我们凹人 你照一个角度一凹到 就把它切拿到了 同样的 飞机的短板 最怕的是侧硬力 你这个侧硬力 它对它来讲 它会影响到的是起落架 起落架的话 结构是不是有问题 因为你前后是硬力没问题 侧硬力它最脆弱 这是它的短板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是 机库宝 机库宝 因为它六十多年了 六十多年上面长草 草会跟会吃那些 水泥会掉落 一炸炸到机身上面 一炸炸到座床罩 床罩一个 飞机一个座床罩几百万的 非常贵 你不要炸到座床罩 因为它会 它上面没有双波纹钢板 把那些接住 那它是直接掉落 就炸到飞机翅膀上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 那可能看一下去 砸个蒙皮凹一下 飞机壁机比它扎实 但是它砸到那个蒙皮 气动力会受到影响 你会受到破坏 感应到是没有 但是其实它已经受到破坏 那如果砸到座床罩 座床罩就换掉 因为你上面只要有点裂纹 这空中会爆料 你爆料飞行员的 飞行头盔会被吹掉 飞行头盔会被吹掉 那那些要该更换的零件 是随时都有 立刻取得马上更换 有的没有 有的可能要拆拼 没关系 反正有进场的 但是它可以这样子 它可以云挪 我们要可以云挪 另外一个就是雷达罩 雷达罩它不是金属 它是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一砸雷达罩 那会不会受影响 我认为这个 除了飞机的蒙皮 飞机的座床罩 也包括了雷达罩 另外一个起落架的测引力 我认为这个 还有一个地面上的碰撞 因为地面上有没有氧气 打氧的车 因为现在刚好早上 早上要打氧 因为你晚上打氧会漏掉 因为你晚上打氧会漏掉 所以要早上 早上打氧 氧气车会跑 它会跑来跑去放在那边 那你如果是有 电源车跟气源车 那也会碰撞 撞到飞机 你跑来跑去 因为电车放那边的 它是没有人驾驶 不是车子 它是拖过来放那边 然后人走 所以它是帮这个战机 要打氧 要打氧气 早上要打氧气 要飞行 我们吸的飞行员吸的都是 先灌液态氧 液态氧之后 就变成气态氧 我们呼吸起来有点凉凉的 因为液态 是这样 那打氧气车早上要打氧 然后电气源车 那有的要充抑压 或充电 你要充电才可以检查飞机 现在早上7点58分 我要检查飞机的仪表 灯亮不亮 仪表只是这么正常 先抑压 或者是电气源车要先上去 那这个会撞到飞机 你这个电气源车 打氧气都可能 那再来就是消防设备 任何飞机都旁边 都有个消防的 推的那个车子 那个车子会跑的 你一定的车子 也会撞到飞机 那个是推的 那不是我们家家户 零的一个那个 不是车子挺好 停在那儿的吗 不是 那个消防车 它是推的 大概比 大概那个长度 像两个瓦斯桶那么大 因为飞机如果撞碰 那个就是比较大 那个喷得够 那个东西也是摆在飞机旁边 随时要用 每一个吉顾堡规定 都有消防车 是这个样子的 摆在旁边 那这样子会被碰撞 也有可能 因为它甩来甩去 那这些比较是碰撞到飞机 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 好像没有什么状况 但是问题是 有人 如果碰撞稍微炎够 要电涡流 或者是荧光检查 有时候还有X光检查 看里面的结构 起落架 因为这样子的测印力 有没有结构损伤 就起落架 地面上看好 你将来万一 起落架收起来放不下来了 因为 因为我们看到车窗变形 车窗变形 你车门打不开 起落架毁没这个状况 我认为也很谨慎 是 所以其实 这个严老师 那我们刚刚讲 其实这个战力 这个很重要之外 但是这个救灾的能力 当然也是格外的这个重要 现在尤其是在重大的灾情 一传出了之后 军方都会支援 那么看到C13栋运载特搜队 也立刻前去救灾 并且携带了74件29780磅的装备 运搏花莲实施搜救任务 那么空军司令部也对此 赶快做出了一些说明 那么从这样来看的话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关键 因为花莲可以算是重灾区 所以您看 现在是不是在空军方面 这个反应来讲 确实是相当有效率 而是更迅速的呢 我觉得当然就是我们 最近这一段时间 因为两岸关系的紧张 我相信各个军众 都有点绷紧神经 就是说会比较 就是有这种准备的这种意识 会比较强 提高了 提高很多 所以当然刚好又碰到 今天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那大概你平常做的一些准备 就比较能够很快的 能够来进入状况 那当然花年 我们知道都是山区最多 现在看起来 这个死亡的 或者是严重的地方 还是以山 虽然我们画面 现在看到的大部分 都是这些大楼 但真正严重 可能还在山区里头 所以要是以未来 还有很多需要 搜救的地方 确实是需要空军的协助 确实是如此 而且在这里我们也看到 这个国防部也表示 这个花莲大地震 副参谋总长率队 带民兵力计一千多人 相关机具也完成整备 所以波基其实现在看到 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在灾后 国军是扮演的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波基 其实从这个1999年的921大地震以后 我们整个防灾体系做了这个 所谓的灾防法的一个修正 就把国军变成是救灾的主力了 那就是包括消防的系统 那国军就变成是一个到处就要去支援 其实历次的这个只要有震灾 你就会可以看到 我们国军弟兄的身影 那所以不管是这个过去 我们从台南的这个大楼倒塌 到哪边 其实你都可以看到 国军绝对是站在第一线 那这一次 当然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其实对于我们的国军 是双重考验 就一方面他要面对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共军的这个侵袭 他的这种所谓的压力测试 所以刚刚提到说 像F-16的整备状况 如果今天已经很频繁的 是最近F-16常常出问题了 已经很频繁的在这样起降的 那过程当中 如果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会不会导致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调度出一些状况 这个是这个空军 一定要好好去因应 那救灾的部分 我想这一次其实幸好 我必须讲的是幸好 目前灾情都集中在东部 在这个北部 这个有一些零星的灾情 但是没有到 比如说像东部 像花莲那个 有这个房屋整个倾斜 整个大楼倾斜 这种比较危险 甚至可能要去救出 可能看有没有人 还受困在里面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想 这个叫不幸中的大幸 虽然说可能有路段的 有这个落石啊 等等这些状况 可能都还要花一些时间 去整个抢修 比如说像这个树花公路 现在中断了 那如果今天这个 接下来清明年假 你要去东部的话 你可能就要重新规划 不然有很多退房 退订 还有很多比如说扫墓的 其实最主要是有一些 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时间 去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得要找到其他的替代方案 对 或者跟你的祖先请个假 看是不是之后 再找时间过去 我觉得这个都必须要 就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 因为尤其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扫墓的地点 墓地地都是在 比较山区 那这段时间 尤其 接下来气象预报 接下来这几天 可能会有午后雷震雨 那在这个山区 土石松动 又有土石 又遇到这种雷震雨的时候 可能会有类似 什么土石流啊 或什么的 所以这个都 大家都要这个特别谨慎 尤其最近这几天 都气象 气象鼠都有预报 都还有所谓 可能会有规模 甚至到七可能的 这样的一个余震 所以这个我们都要 特别注意啦 我觉得这几天 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戒 确实 那我们的军方 一直都在提高警戒 那这个 这一次我刚讲 压力测试就是说 在救灾的部分 他必须要 还要调配应有的 这些人力 再去做支援 我想这个对 原本就已经很重的 很能力很吃紧的 军方来讲 这又是一个 所谓的压力测试 的确 而且这个将军 你看喔 这个空军又要支援 对不对 那军方要支援的话 那自己本身的 这个设备啊 能力啊 条件啦 其实可能也要 稍微先盘点一下 否则的话 这救人的必要 到时候变成反被救 对 这个情况 像刚才讲F16 之前就有 曾经出出现问题 故障很多 我们在这个 头头开讲 讨论过 一连已经有三次了 然后现在又说 有受损的情形发生 那难不成像这个 接下来恐怕空军 包括你的战斗机 包括你的这个运补的 运输机等等 都要详加盘点 对 他这个你看 为什么要载了这个 有没有两万九千多磅 那将近十五公噸 你要除以二的话 你是三万磅 你就除以二就是 将近十五公噸 派两架13栋才可以 最重要 那位国君他有工兵 工兵这些人 他是架桥猜污 他那个 我们讲的千金顶 他不是千金顶 他是万金顶 什么可以把房子顶起来 因为如果在里面的话 你怎么把他顶起来 有人在下面 你不能爆破把人救出来 你要把他顶起来 然后把人救出来 那这个是工兵就有了 所以为什么要载这些装备 因为我不知道 南回公路 还有什么公路 是不是有一些摊邦 你路上不方便 那摇山洞来载 摇山洞带的话 直接落在花莲机场 花莲机场 直接到花莲市区 那他这个东西可以 工兵的这些东西 可以把那个房子给他 如果里面是有人 或什么 需要救了之后 就可以把他救出来 这是个工具 然后如果是停电的话 他还有车灯 晚上的时候 整个一片漆黑 他怎么要 他撑的亮好亮 因为晚上我飞夜航 到车灯 把整个那个 停机坪大面照的好亮 这个时候你要去救援 这个时候要照到 非常清楚 所以这些装备 是做这些求救的装备 是因为有这些部队 这些部队是有这些 那这些刚好用得上 这些部队大部分 也就在台湾西部 就在南部 然后就近直接从南部 在高雄运到屏东 因为腰山东在屏东 那到屏东 屏东一起飞之后 直接落点到点 从这个屏东机场起飞 跨过 然后直接跨过海岸山脉 往外面一过去 就到东部 到花莲大概40分钟 就到了 所以在第一时间 就可以抢到 抢到之后 立刻做掌修 如果是有要救人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跟 几分钟几分钟的 要去抢这个时间 是的确 好 不过我们来看 另外一头 像现在 我们这次看到台湾 发生的这个灾情之后 大陆方面也第一时间 表达了关切 我先请教一下 这个严老师 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 朱凤莲 他就提到 大陆是高度关切 也像受灾的台湾同胞 表示诚挚慰 要密切地关注 后续的灾情情况等 愿提供救灾的协助 但我方陆委会则说 对于陆方的关切 陆委会是表示感谢 而这次地震 没有需要陆方协助救灾的需求 我们对于大陆国台办 所做出来的回应 是这样的 第一时间看起来 就婉拒了 但是我们对于日本方面 对我们伸手 或者是表达的关切 比方是岸田文雄 你看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 以中日文发声明 表达对台的慰问 还说过去日本 受很多台湾的援助 强调日本愿意 帮台湾提供 任何必要的支援 但是我们有对于日本 提出的这样的说法 有任何的晚谢吗 有拒绝吗 就是这样子讲 当然对大陆 你已经谢谢他 我觉得也还好了 但是没有说要 需要他任何的支援 我觉得你讲漂亮一点 就是说目前没有 如果有需要 我们一定会跟你联络 我想这样子 就稍微可以了 说老实话 真的今天并不是 像刚刚加上军讲 目前的状况 杨明也讲了 并没有在台北 或者都会去有太多 你需要那么多搜救 不像过去有些 我们看到这个 风灾的时候很严重 所以真的看起来真的没有 但你话可以讲漂亮一点 就是说目前还没有看到 有这样的需要 如果真的有需要 我们一定会跟你说明 这样 我觉得这样子讲话 会比较好 是 那日本当然必须一定 每一次他们都要来 做一个表达 因为311 台湾的 好像我们一个 就抵全世界 其他的国家 提供给日本的援助 台湾确实有很多的 所以这个日本大概 永远会记得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对他们的 整个的当时海啸地震 我们所做出来的关怀 然后捐的钱 捐的款项 比起这些美国什么 都要多很多 所以这个是不可否认事实 所以我相信日本的首相 为了他自己的选情 为了他自己在国内的支持 他也要做这样的表达 是 好这个波及 所以真的不一样 其实大不了就是说 两岸的人民可以共同来合作 或者是表达了这种 城市的这个关切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 对大陆方面 因为他们也有地震 表达了感谢 这个关怀 没有 结果现在你看 不仅是这个日本 对不对 还当然对于美国 美国的关心好像对于 这个现在目前 民进党的官员来讲 听的也就格外的暖心了 是不是 因为罗森伯格 在跟韩国瑜 今天见面的时候 也特地表达 对于灾情的关心 还说我们的心 与台湾人 特别是在灾难时 是站在一起的 那结果呢 台湾方面 我们看到这些官员 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其实天灾 不管在哪一个地方 发生都没有人 愿意看到 那只要如果今天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 这个什么样的人 他愿意来帮忙 我觉得都是好事 那只是说 这一次看起来 目前我们应该 还没有所谓的需要 外部的这个 这个所谓 不管是国外也好 中国大陆也罢 就是目前还没有 需要对外求援的地步 没有到像921 921那时候 最关键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叫做 微生网路中断 那个时候是 电 整个全岛的断电 然后呢 包括可能有 这种所谓的 大楼 数以百栋的 这个 这个建筑物倒塌 那时候的 整个救灾的能量 就会非常的稀缺 那这一次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 比较集中在 花东这个 这一块的 区块的 这个救灾的能量 要集中在这个地方 还有后续的重建 等等的 那所以相对于 这个过去的几次的 大重大的灾难 我觉得 没有向外求援的必要 那其他各个 各个 不管是国台办也好 不管岸田文雄也罢 他们愿意表达 这个所谓的求救 我们就感谢就好了 就是说愿意来求助 我应该说愿意支援 愿意这个援助 提供协助 对应该提供协助 我们都愿意感谢 那只是说 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当然他对 国台办的这种善意 他是 你不要忘记 他们最近才说什么 这个 保龄茶室 就是有一些毒派的 他们说 保龄茶室这个毒物 可能是中国的善意 那个善还用这个 善食的善意 对对对 那个那个 一个盐一个善 那个一个负面的 他是 类似用这种 比较负面的能量去 什么事情都扯到中国 是负面的 所以 我觉得现在这一段 这一波的操作 对我们来讲 关键在于我们能做 做得好 或是做不做得到 对 就是这个重建的部分 包括后面的 这些所谓的收救 能不能好好地 把他资源好 那这个资源处理好 那不需要向外求援 我觉得就 过去就好了 大家能够理解 因为在这个 我们 不管怎么样 今天美国人也好 这个日本也好 不可能跟我们感受到 相同的摇晃的这个程度 当然 这个天灾 我们像最近 气象署还不是说 可能还有所谓的 规模 八百年的这个大震 可能都还会发生 我不相信 这个真的发生的时候 他们会跟我们 有什么样的共感 他们愿意援助 当然很感谢 但是我们在台湾 要面临这种所谓 地震的天灾的侵袭 这是我们本来 就应该要面对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